勒克莱尔主战坦克服役31年 却没有一辆在地区冲突中损失过 毕竟在战场上开挂 谁能打得过呀 对于勒克莱尔坦克而言 战场就是透明的 敌人在哪个位置 几方还有多少兵力都是一目了然 勒克莱尔服役之后 经常以全球唯一一款四代坦克自居 不过就是这样一款坦克 外销却只有阿联酋一家 法国自用的数量只有区区406辆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在战场上开上帝视角的勒克莱尔坦克 比鲍2M1强多少 外销又为何如此拉胯 勒克莱尔自1993年正式服役之后 并未参与过大规模战争 仅仅参与了联合国在科索沃 与黎巴嫩南部的违和行动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 法国向科索沃派遣了15辆勒克莱尔 这是该坦克首次参加实战 不过鄙视的科索沃当地武装 手头上只有二流俄系坦克 对法国坦克加强连住房的区域 逼之而不及 勒克莱尔也没有什么实战的机会 真正的实战是在2015年 阿联酋打响的也门内战 虽然不是装甲战那样的大规模战斗 但也投入了约70辆坦克 战斗中有三辆被反坦克武器击伤 但是迄今为止 没有一辆坦克被完全摧毁 所以证明勒克莱尔的战地 此外 法国陆军也测试过勒克莱尔 与上一代坦克之间的作战效能差别 一对勒克莱尔坦克 对战数量为两倍的 敌方二代主战坦克NMBT 另一对则是NMBT 对战两倍数量的NMBT 在正面交锋中 勒克莱尔与NMBT小队的活力相差不大 均能摧毁敌方6辆至7辆坦克 但勒克莱尔全程以高速进行射击 只有两发炮弹失误 而需要停车开火的NMBT 则有五发失守 在敌方侧面袭击的情况下 勒克莱尔小队可以成功反击 并摧毁敌方的所有坦克 本身只有4辆遭到命中 而NMBT小队 则在摧毁敌方三分之二的坦克后 全军覆没 就性能而言 勒克莱尔坦克比同时期的炮2M1更强 勒克莱尔坦克问世的时候 法国宣称乃是三代坦克技术级大成者 之后又在很长一段时间 以全球唯一一款四代坦克自居 当然 法国傲交的背后有一定的资本 勒克莱尔最大的特点 就是配备战场管理系统 该坦克是欧洲第一种 在初期设计阶段 就规划配备战场管理系统的坦克 该系统包括彩色显示器 数据处理计算机 以及数位无线电连接界面 通过显示器 车长可以清楚地看到 坦克剩余的燃料 弹药等信息 而数位通讯网络 可以将勒克莱尔获得的信息 情报整合起来 搭配车上的导航次系统 与电子地图系统 便可在彩色显示器上 清楚地标出周边的敌我位置 战场信息 以及己方补给保障基地的位置 进而规划出行进路线 也使部队更容易集结部署 以最佳的路线行进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 部署到最正确的战术位置 每辆勒克莱尔都能在第一时间 获取明确且完整的战场信息 也就意味着战场透明化 不仅能减少遭遇伏击等突发状况 即便遇上也能迅速通报与应变 此外还能减少物击的状况 在信息化战场的时代 毫无疑问 勒克莱尔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 除了战场管理系统 勒克莱尔的火力 防护与动力也极具特色 在火力方面 勒克莱尔配备了 GAT的CN120-26120毫米滑糖炮 为52倍径 为了追求极致的内弹道性能 勒克莱尔取消了常见的 炮糖抽烟装置 改为以携带压缩空气瓶 从炮栓向炮口方向吹出消烟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家的F1A 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 拥有更高的能量转换率 和稳定的糖压 保证炮弹出糖后的弹道更加平直 有效射程更远 炮口出速可达每秒1790米 射程4000米 比同时代的M1和鲍2 所采用的IH120 炮口数据高出了约10% 同等射击距离下精度也掠油 不过放到现在 勒克莱尔坦克炮的威力 就拼不过鲍2与M1了 德国和英国坦克都是55倍径主炮 美国则使用贫油穿甲弹 弥补因炮管较短 导致穿甲力不足的状况 好炮还需精良的火控 第三代坦克标配的运动猎尖功能 勒克莱尔自然也拥有 可以在时速50公里的情况下 开火攻击4000米之外的目标 相比较鲍2与M1 勒克莱尔的火控耿舌尺 配备了三套弹道数位计算机 总共30处处理器汇总目标跟踪 大气侦测 火炮稳定 弹道计算和运动轨迹 交准数据 可以同时锁定并攻击 六个不同方位的目标 在具体操作中 炮手和车掌的关系 类似双人驾驶战机的搭档 分别操作具有全部搜索 与射控功能的武器站 一个在射击 一个在瞄准 上一发炮弹出唐的同时 炮塔在计算机控制下 自动指向下一个目标 射速达到了每分钟12到15发 在2500米的距离上 勒克莱尔只需60秒 就可以完成对六个 不同目标的识别和锁定 越野行驶状态下 对2000米运动目标的 首发命中率达到95% 而变革目标射击的循环时间 仅需4到6秒 曾在测试时 创下了35秒内 连续命中6个目标的记录 加装激光测举翼之后 勒克莱尔就能从 列尖进化为 与英国挑战者2 同级的猎杀猎杀 就比如卖给阿联酋的 勒克莱尔UAE 当然多目标交战功能 少不了自动装弹机的加持 勒克莱尔使用的自动装弹机 与俄式腾科的旋转式 自动装弹机不同 属于炮塔尾舱平推式设计 将弹舱置于炮塔尾端 这种布局的装弹机 好处是大部分弹药 位于炮塔尾舱的防爆格门之外 且上部留有斜压口 一旦发生弹药迅爆 不至于危及全车 不向俄式腾科的成员 坐在弹舱上面 不过除了装弹机里的 22发带发弹 勒克莱尔还有18发备用炮弹 位于驾驶员右侧的 除弹舱里 战场上的载装填 还得靠成员爬出去炮塔 手动搬运 单论安全系数 不比屁股下面 坐着一圈弹药的 俄西坦克·高泰德 在防护方面 勒克莱尔是全世界第二种 使用模块化妆甲技术的 主战坦克 配合紧凑的新型动力系统 勒克莱尔以更小的战斗重量 实现了与M1、鲍2 相差不大的防护 勒克莱尔的另一成功之处 就是火力、机动、防护指标 与主流三代坦克相当 甚至还有所超出的前提下 并未出现同时代 北约国家主战坦克 普遍超重的问题 从勒克莱尔第一批生产型航 到增设了附加装甲的版本 战斗权重始终维持在 52到54.5吨的范围 而美军M1和英国挑战者 先后突破70吨大关 不过勒克莱尔更轻 并不代表防护较弱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勒克莱尔的装甲 算是北约坦克中最后的 正面科抵抗霍特2 反坦克导弹的攻击 在防护方面 勒克莱尔采用钢制 全汉接车体域炮塔 车体域炮塔本身 拥有一层基地装甲 炮塔四周并可加挂复合装甲 可以根据不同的战场需要 选用不同的装甲模块进行安装 同时也可以更换在战斗中破损 或者需要换代升级的装甲模块 同时由于设计之初 便引用最新的科技与概念 尤其是紧凑的新行动力系统 使得勒克莱尔的体积相当紧致 长度比M1鲍2短了约1米 车高仅2.47米 而车体较短 取消中天守卫后 更加低矮的炮弹 让勒克莱尔坦克的备弹面积 比其他坦克小得多 节省了一定的装甲重量 在拥有与M1鲍2 同样装甲的情况下 勒克莱尔仍可维持 54.5公吨左右的战斗重量 在复合装甲的选择上 可以说勒克莱尔与以色列梅卡瓦3如出一辙 其他国家的坦克 都是利用装甲厚度抵消物理攻击 而勒克莱尔坦克 采用置物箱充当外层间隔装甲 爆炸式反应装甲和非爆炸式反应装甲 两层堆叠的模块化设计 只有装甲防御带的最内层 才是一层薄薄的氧化铝陶瓷和高硬度 刚符合装甲 其作用与其说是防护 不如维持炮塔结构强度 更来的试剂 战斗重量更轻 带来的结果就是机动力大幅提升 降低战略运输与桥梁承载的负荷 而且各国原有的装甲回收车 几乎都能拖动勒克莱尔 无需配合勒克莱尔 换装新型装甲回收车 降低使用国换装成本 在动力方面 勒克莱尔采用了一种 法国独创的超高增压柴油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1500马力 特点就是高压补燃 涡轮增压 低速工况下加速性能优良 但是油耗相对也会比较大 并且该发动机属于 更加紧凑的一体式布局 发动机 变速箱 冷却装置 和辅助动力单元 全部整合为一个矩形动力包 不但整体式更换更加方便 还进一步缩短了底盘长度 勒克莱尔每侧只有6对付重轮 比同样是1500马力的美国M1 吉德国鲍2少一对付重轮 战斗重量仅56吨 是同时期欧洲重量最轻的 主战坦克之一 有极高动力重量比 最大行驶速度每小时71公里 从0加速至32公里每小时 只需要5秒 如果温勒克莱尔有什么问题 火力军的回答就是 贵 太贵了 单价1000万美元 同时期的美国M1A2 单价620万美元 德国的鲍2A5 A6 单价570万美元 英国挑战者2 单价860万美元 也就日本陆上自卫队90式坦克 可以与之相比 推出时造价 940万美元 这也是为什么 勒克莱尔的制造数量 会那么少 冷战结束后 法国国防预算大幅缩减 开始对造价高昂的 勒克莱尔砍单 406辆坦克中 只有320辆为战备车 其余则为军校校学用车 或预备用车 以及20辆装甲回收车型 比原先估计的需求量低很多 也无法全面抬换AMX30 因此 AMX30仍持续服役至今 价格昂贵 加上又没有抢眼的实战表现 说服市场 导致勒克莱尔在外销上 也没什么成绩 最终只有财大起促的阿联酋 订购了436辆 其他国家则妄加却步 毕竟M1A2系列 鲍2系列 T90系列也都能买 还能省不少钱 一件地面上跑的装备 即使是陆战之王 只要成本控制不到位 这也算是战队上的失败 价格这个问题 已经是法国武器的通病了 不仅仅是坦克 战机也一样 就比如阵风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勒克莱尔的价格那么贵 法制武器都有哪些问题 勒克莱尔的价格之所以贵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性能太好 二战后 法国坦克的发展 可能还保留了当年被暴击的阴影 比较典型的代表作 比如AMX13 AMX30 都是小车扛大炮 打了就跑的轻量化线路 不过等到20世纪80年代 鲍2 M1陆续成熟 法国这种轻量化坦克的道路 就不好走了 在1981年的阿联酋陆军坦克竞标中 面对来自M1 鲍2 挑战者的挑战 法国最能拿得出手的AMX40 除了120毫米滑汤炮还能一看之外 装甲 机动 火控方面的水平 已经完全够不着三代坦克的队伍了 于是法国加速了新坦克的研发 于1989年底公开首辆技术辆车 并以当年解放巴黎的 菲利普 勒克莱尔将军命名 与之前的轻量化坦克一样 勒克莱尔的装甲重量也不高 可以增加机动性闪避地方炮火 并占据有力射击位置 不过与AMX30不同的是 勒克莱尔的装甲防护并不弱 以更小的战斗重量 实现了与鲍2 M1相同的水平 这也是为什么勒克莱尔的价格会那么高 新技术太多了 除了装甲 还有超高增压发动机 微舱自动装弹机 而且作为1995年的设计 勒克莱尔在现代战场也毫不逊色 毕竟配备有战场管理系统 称其为电脑坦克也完全没问题 还有就是产量太低 没法弹薄研发成本 勒克莱尔的子系统 基本是法国独立研制 生产上又基本依靠自己配套 不同于其他欧洲武器那样 满世界找配件 因此经济性差一些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勒克莱尔之所以贵 也是想移步到位 服役31年 勒克莱尔的大升级只有一次 也就是最近的勒克莱尔XLR 其他的升级 无非是增加抵抗高温环境下的空调系统 改进一下ARIS热成像系统 顺带再升级一下装甲 勒克莱尔更多是衍生型 JIT公司在1994年 推出勒克莱尔的装甲回收型 1997年开始研发一系列的 勒克莱尔工兵车系 包括EPG装甲工兵车 PTG装甲驾轿车 以及可供ARV EPG 使用的KDR模块化排列套件等 至于勒克莱尔XLR 其实就是利用更新的科技 对老板的勒克莱尔进行翻新 活力方面 勒克莱尔XLR堂克 沿用了前辈的火炮系统 不过使用弹药有所改进 新型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的穿甲能力 有所增强 高爆穿甲弹打击效能提升 M3M智能引信高爆弹 可应付更多目标 防护力方面 勒克莱尔XLR堂克 升级了装甲包 包括在车体 炮塔上增加额外 模块化装甲 后部夹装扇格化装甲 以保护发动机层等重要部位 机动力方面 保留了勒克莱尔的动力包 毕竟超高增压柴油发动机性能 是真不错 与以上各系统相比 勒克莱尔XLR升级幅度最大的 还是其感知 通信和战场管理系统 这方面的升级 不仅涉及火控系统 管瞄系统 通信系统 也涉及导航系统 防护系统 比如弹幕反减翼 爆炸装置干扰系统 可以对目标无线电信盒进行干扰 并放行几方无线电信盒 唯一可惜的就是 勒克莱尔XLR 没有安装主动防御系统 不过性能也已经足够了 总的来说 勒克莱尔虽然贵 但性能上的确没有很大的黑点 做到了机动 防护 火力的全面均衡 服役31年 却没有一辆在地区冲突中损失过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勒克莱尔升级之后 算是现役最强坦克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